今天我是韓國人 我們是打假漢將 然後就在今天早上 非常多粉絲啊大陸朋友啊 都有傳給韓國人一則新聞 那這則新聞也是韓國人近期啊 看到真的是讓我覺得毛骨悚然 這則新聞也就是這個環球時報的社評啊 罕見的怎麼樣 非常嚴厲的警告啊 它上面就寫 需要給蔡同學當局一個根本性的警告 哇這個真的是非常的 我個人是覺得蠻嚴重的啦 然後內容主要就是說 這個一架美軍的EP-31的電子偵察機啊 行蹤詭異啊 疑似從這個台灣奔導起飛啊 這引起了多方關注啊 如果台灣與美方已經做了這個 美國軍機在台灣起降的安排啊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件 已經踩到大陸這個 維護國家統一的紅線了 如果大陸掌握了這個證據啊 就可以摧毀相關的機場和降落在 該機場的美國軍機啊 台海戰爭啊就此打響 哇 韓國人其實看到這則新聞啊 主要就是說這個 美軍啊這個偵察機啊 疑似在台灣做這個起降 那如果今天是在台灣這個起降的話 也是打破一中原則 也是在干擾 這所謂我們的中國的內政啊 那內文也寫啊 我們要再次警告 蔡同學當局和這個華盛頓不要玩火 大陸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 十分堅定啊 我們不想打仗 但是對公然製造分裂國家 現實的那些行為 大陸必堅決予以回擊 這個美台啊不斷加強勾結啊 那美在台協會日前發布了一張啊 美軍啊加油機啊 為台灣戰鬥機空中加油的照片啊 這也是赤裸裸的挑釁啊 說實話大陸與討論對蔡同學當局 與美勾結的這些表現 已經有一些不耐煩了 越來越多人不再相信 兩岸可能和平統一了 武統論被更加廣泛的討論 其實這個武統論韓國人已經跟大家講了非常多遍了 非常多大陸的網友 或者是現在有大陸的不同的學者 那韓國人之前也強調 這個社評裡面也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他是希望怎麼樣 還是希望是和平的 但反觀而言啊 這社論為什麼讓韓國人覺得毛骨悚然 其實裡面有非常多key point 今天對岸要發動戰爭的因素跟原因啊 哇在這一次社評啊又更清楚告訴你 不只是什麼 不只是蔡同學宣布台獨 我們現在非常多台灣的年輕人 一直認為一件事情 也就是蔡同學是緩讀 所以他們覺得他們認同蔡同學的緩讀 這種方式 慢慢漸進是台獨 雖然韓國人都講過一萬多遍 那只是在騙你 你們只是在幫人家數鈔票而已 但是今天環球時報社論就告訴你 如果今天你美軍在台灣怎麼樣 有軍事的這些 不管軍機的起降之類 再真的被我們抓到了 西方勢力介入兩岸 中國大陸解放軍就會發動戰爭 就是對於兩岸 然後收復台灣 所以這個可能跟很多年輕人 想的那什麼緩讀 然後慢慢的台灣整個被洗腦 全部都變817了之後 再來一個大台獨 哇台灣國成立 拍拍手哇 好像有點不同了 所以這才是讓韓國人覺得毛骨悚然的 因為我們都已經猜測非常多 蔡同學會怎麼樣逃生路線 會怎麼樣跟美軍配合 我相信非常多評論員都有聊過這種議題 但是今天環球時報社評 就講得非常清楚 美軍在降落的話 就可能打響兩岸的戰陣 兩岸現在的危機 很大一部分都是美國 國川建國同志為了這次的選舉 所以想要拿台灣搓大陸 美國利用台灣的日常 那也就像韓國人之前講 香港也是之前美國 對中國大陸最大的一個情報戰 那最近中國大陸真的強盛起來了 順利的把香港真正的一國兩制啊 之前很多人說香港是一國兩制 其實各位不是啊 之前都還有這些西方的因素啊 這些英國啊這些美國啊 然後又加上這些英美去洗腦的這些 漢奸的這種香港人啊 就像這種黃阿峰啊 周差亭啊之類的這些人啊 長期自以為是要在為香港拼民主 但是殊不知連個武器都沒有 整天只有一堆黑衣人 戴著口罩然後拿個棒球棍以為在打磁雞 對不對你連個傭兵隊都沒有嘛 那台灣蔡同學說要撐香港也沒有出個軍隊啊 那美國整天譴責 中國大陸立香港的國安法 那你也沒有派個軍隊去幫忙解救香港同胞啊 對不對對你們來說 你們覺得香港好像是你們不可分割的地方 對你們英國來說也是不可分割的地方 但是韓國人都已經講過N萬遍 這些西方國家是靠鴉片掠奪香港 所以我一直很不爽的就是 這些不管台灣的絕情也好 香港的這種黑衣暴徒啊 這絕對他們非常不爽欸 你們寧願幫一個之前攻打祖國的人 然後去做內部的鬥爭 然後鬥爭也沒什麼結果啊 蔡同學挺香港挺到現在 前幾天說什麼有這個偷渡的 有來到台灣之類的 撐什麼香港 請問一下偷渡撐香港國嗎 是這樣嗎 那不是很好笑嗎 所以今天啊你看到這個社論啊 為什麼毛骨悚然的原因是因為 他已經把這個底線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那他這內容就說非常清楚嘛 就是疑似從台灣本島起飛 那韓國人個人的判斷 我覺得中國大陸是真實的有什麼樣 有探查到真的有美軍的飛機 可能maybe跟我們台灣一些連結到 但是keep point來了 那今天啊這個台灣的這個空軍司令部啊 也有做回應啊 那新聞也寫非常清楚 陸媒報導啊美電針機移至台灣升空啊 這空軍啊就說這是假訊息啊 那內容就說 綠媒今天報導宣稱 由美軍的這個偵察機啊 疑似致台灣起飛往日本啊 空軍這個駁斥啊 此為假訊息啊與事實不符啊 大陸這個官媒啊環球網今天披露啊 美國軍機啊近在台灣附近動作頻頻啊 8月30號啊一架美國的海軍EP-31的電子偵察機被迫啊 這疑似直接從台灣起飛啊 那報導是引述北京大學海洋研究所 這個南海戰略害事感知計畫平台啊 那這個8月30號發布這個消息指稱啊 一架美國海軍EP-31的電子偵察機啊 當天出現在台灣以北的近空啊 後經由東海前往日本啊軌跡異常啊 但這個空軍啊指出啊 針對中共媒體所發的不實訊息啊 無助於兩岸和平發展 更嚴重破壞區域的安全與穩定 我看完這個空軍的回答 我只有一句話啊各位 有回答跟沒回答一樣啊 就直接就像跟蔡同學他們一模一樣的一種態度嘛 就是什麼presidency 有沒有一堆網軍開始在那解釋說 哦不對啊那是什麼閣下啊那是團隊啊之類的 就好比最近美豬啊哇又要合理化啊 哇說這個美豬進來反正你不要吃就好了嘛 對不對或者是韓國人昨天講了對不對 美國豬的內臟最毒的內臟會不會進口 哦我們蘇阿昌就說什麼 啊就說哎這個 嗯這不好吃啊這個冷凍的哦 台灣人比較不喜歡吃 我們陳阿中說什麼啊這個 可能這個月子中心比較喜歡用這個 生鮮的這個內臟 這種就跟什麼 這種就叫講幹話啊有回答跟沒回答一樣 那你今天我們的空軍 今天面對到中國大陸 對於這個有沒有美軍 對我們做起降的動作 如果今天確實沒有 你應該要拿出一個非常確切的證據 告訴打臉對岸嘛對不對 這才叫爭一口氣啊 而不是這假訊息 尤其台灣的媒體跟這個 我已經講執政當局 根本沒有信用可言了嘛 長期下來怎麼樣去指控中國大陸 一堆假訊息 韓國人都覺得很丟臉 你們知道嗎 那不用光 你說每天看到那堆爭論節目 在那造假 就像韓國人長講16.5公分 都在吃田鼠 對不對 這大家都倒背如流了 你今天你告訴我 這是假訊息 但是你沒有明確的打臉對方啊 而且依照蔡同學抗中保台的氣勢 我們的軍方應該要回答什麼 如果真的有啊 有啊又怎麼樣 來打我啊 我們站到一兵一卒 我們是挖長隊 要拿扫帚跟你們對抗 對不對 要不然你沒有的話 那你要拿出一個確切 打爆對方臉的證據啊 因為我們現在的蔡同學 就是要抗中保台嘛 所以現在就怎麼樣 趕快說 沒有沒有趕快急於否認 你連大陸官媒都說 台灣的軍方急於否認 哇這不是卑躬屈膝嗎 你們是在搞笑嗎 你們到底在幹嘛啊 抗中保台都是嘴巴說說而已 是不是啊 你沒有說拿出這個證據啊 啟航這些 然後不管 這可能是軍事機密 但是你應該要用更正確的方法 不是直接用個假訊息 因為這是攸關台灣人民的生命安全 今天中國大陸已經寫出一個底線 然後真的是很罕見的怎麼樣 很罕見的對蔡同學非常嚴厲的警告 上面就寫 如果掌握確切的證據啊 就可以摧毀相關機場和降落在該機場的 這個美國軍機啊 當然韓國人認為啊 大陸不一定會去打美國的軍機啊 但是打台灣這是無庸置疑的 而且韓國人個人這樣看判斷 然後加上我們這個執政當局 已經沒有信用可言的情況之下 韓國人認為啊 百分之九十啊 真的這台飛機啊 可能真的是從我們這裡起降 環球時報的社評也是給台灣非常嚴厲的一個警告啊 也是要看台灣接下來怎麼樣去回應 結果你就回應說是個假訊息 而且今天這個南海戰略 泰式的感知計畫平台啊 他不只是這一次 疑似抓到從我們台灣起降的這美軍欸 之前就抓到什麼 之前就抓到兩棲攻擊艦的美麗堅號啊 現身台灣東部外海啊 多架美機於南海這個巡弋啊 之前他們就已經抓到啦 上面就寫非常清楚啊 根據這個中國官方背景的 北京大學海洋研究所 南海戰略泰式感知計畫 28日在推特啊指出啊 一艘疑似美國的海軍啊 美麗堅號兩棲突擊艦 27日出現在台灣東部外海 他也公布多架美機在南海巡弋的動態 當時都有怎麼樣 都有拍到 哇還故意用的模模糊糊的這樣 那中國大陸 這個南海戰略泰式的感知計畫 就跟你們講 我們看到喔 所以今天韓國人很緊張的一點是什麼 是因為美國近期這個偵察機啊 都算是被老共看到了 偵察機 不管在偵察 你看前幾天不就說嗎 這個傳中國導彈發射嘛 那中國大陸說發射兩枚 那台灣媒體發射四枚 跟美國是同步說發射四枚 然後你看綠枚還在那怎麼樣 還在用王定語嘲諷啊 光失敗率就值得推敲一番啦 你看這些人 還有我們台灣的不管蔡同學他們 到底他們在拼什麼 他們就在拼怎麼樣 未來可以當流亡政府的一個門票 難道不是嗎 今天中國大陸已經非常清楚 可以掌握到美軍在台海 在這個不管南海之類的蹤跡了 那當然美國也是同樣可以知道 中國大陸在演習之類等等等 但是韓國人已經今天非常清楚 跟大家推判了嘛 美國非常明顯是希望兩岸戰爭嘛 那也非常多人也推測啦 美軍是不太可能跟中國大陸交戰的嘛 你真的交戰 那就是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戰了 對兩個超大國 有沒有 這個根本不太可能嘛 而且又加上現在我們特朗普 要準備選舉了 所以今天韓國人就講了 這個環球時報社評 已經下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訊息 你美軍如果再起降台灣的話 那接下來台灣就有危險了 那這也是給蔡同學一個非常嚴厲的警告 那當然美軍起降台灣 又是一個偵察機 那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大家也心知著名啊 就只是要怎麼樣 哇七七大陸啊 這樣子 人家在演習 故意飛過去看一下 對不對 那最好倒楣是誰 最好倒楣是台灣嘛 人家大陸就已經寫得很清楚 你不要再給我踩到底線囉 所以大家今天要非常清楚知道 不管美國幾百架飛機來到台灣 這場戰爭也不會發生在美國的本土啊 但是會發生在哪裡 也就發生在台海發生在台灣啊 了不起 最後可能大陸的一些省份受到波及 也就這樣啊 但是對美國來說就是拍拍屁股就走啦 但是各位戳大陸是很重要 要對美國人民宣誓 我川普我特朗普我美國最反中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現在用這些偵察機起降 不管是不是真的起降在台灣 一切的一切最大的key point 就是蔡同學就在還他 對於美國給他的債啊 什麼意思啊 你們以為這一次蔡同學選舉 一堆從海外回來的這種什麼 啊大定宣啊出口轉內銷的新聞啊 是什麼來的啊或者是太雜誌 又採訪蔡同學 或者是哇各個國家媒體這種親美媒體 哇真的誇獎蔡同學好棒棒 你們以為這些債不用還了嗎 你們以為人家平白無故 要幫蔡同學做一堆專題嗎 一個斷交七國的領導人 國際媒體有什麼好捶捧他的呢 你們不覺得怪怪的嗎 你們真以為天下有白癡的午餐嗎 大家都非常清楚 大陸跟台灣不管經貿的談判之類 大陸會去浪很多例 也很多人分析是說為了統一嘛 為了討好台灣人嘛 但是各位key point來了 今天不是管大陸要不要討好台灣 而是我們今天對上美國 美國不需要把我們統一啊 美國只要把我們榨乾就好啦 這才是關鍵啊各位朋友 所以今天你管他美軍 什麼飛機降落在台灣 但是我也講了 大陸不可能去打美軍 但是有可能會打台灣啊 但是今天美軍要對我們做什麼 韓國人前面就已經講key point 一切就是蔡同學要去還美國給他的恩情 這跟台灣人民的利益完全無關 為什麼要開放美豬 為什麼要開放最毒的內帳 為什麼要買一些軍購 明明買完一堆台灣人軍事專家都已經告訴 你買再多你兩岸發生戰爭也很難贏 對呀了不起好多撐幾天 所以為什麼蔡同學最近一連串的 不管跟美國衛生部長見面 然後結果美國衛生部長 竟然跟瘦肉精的這些公司都非常有相關 然後又加上馬上又要一波軍售買一堆垃圾 所以啊各位啊 今天的一切的一切韓國人為什麼毛骨悚然 就是這麼簡單啊 一切就是為了我們的蔡同學要還美國的債 你以為他選上領導人是怎麼樣 天下掉下來白癡的武財 當然沒有啊當然要還債啊 所以各位啊韓國人只能告訴大家 注意安全小心偉妙 如果真的見風不對能跑就跑 要不然台灣已經被蔡同學他們出賣光光了 他們說守護主權都是騙人 看到今天這一連串的 對於兩岸對於美國的下跪 你覺得台灣還有希望嗎 大家保重 拜拜